这bug也太离谱了吧 卡出来嘎嘎乱杀 确定不修复吗 一起来看今天的投稿视频 好家伙队友被电摇忍不了 直接一手胖达出击 这兄弟能处 有事他是真上啊 另外好多人问 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伤害 给你们看个实战效果啊 载具都是一击秒杀 绝对够顶级 下一条 假如给你五百万 让你跟第五个表情包谈恋爱 你愿意吗 反正我是不愿意 不行你们自己看 只要跟自己的第五个表情包谈恋爱 就白送五百万 我看一下我的啊 呃 都是兄弟咱就不要钱了 我可以免费谈啊 你们的表情包都是什么 罢出来让我见识一下 我在网上给我借买了套那一拆快递的时候 看见里面有一个红色的纸条 上面写着好评价图片板线六元 这不就是想看我姐照片嘛 于是我穿上那一拍的照片发了上去 商家是万万没想到 能遇上你这种中国好弟弟啊 搞不好之后还得再转你十元 让把评论删了 唉 现在的生意是真不好做啊 我看到事儿 老师 我不是说这个 不许可 这个 既然是这样 真的 啊 对,战胜的下降 注意了注意了 这个不是科技啊 虽然看着很像锁 但其实是刚出现不久的bug 开火的瞬间 换弹跟开镜一起摁 就能卡出这种跑着腰射的效果 最离谱的是命中率还相当高 想体验的速区特训导 估计没几天就该修复了 真是假 让我们登一下已有人练识别的账号 OK成功登上也是没有弹出人练识别 我这个号是这个赛季前 没有人练识别的时候打的 让我们开一下游戏 看会不会弹出人练识别 OK也是成功的开游戏 你们快去试一下吧 这消息之前就传得沸沸扬扬 说是天游的空降 直接把腾讯的人脸给取消了 评论区也非常两极分化 有人说是真的 输了身份证就能玩 也有人说是假的 玩一会人脸就会弹出来 此前还有个官方回复的图 也说是会取消人脸 我稍微查了下防尘迷的政策 确实只要求身份认证 很多游戏比如香肠派对 原神 目前也没有加入人脸系统 所以这东西 有可能是只针对于腾讯的 换成天游的子公司运营后 未来会慢慢取消 也是说不定的 大家拭目以待吧 最后一条还是老规矩 寻找狗头大作战 这次的狗头一共有三个 你能全部找到吗 请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最次那么无人 我最想